下一个叫术语定义 一般来说主要是定义了开发产品或测试过程中 一些常用术语的含义 实际在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 这个常用术语指的是大家无法公认的术语 比如说你就不需要在这再给我解释什么叫黑客设施了 也就是如果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个术语就没有必要再解释 怕的是什么呢 容易引起歧义的 容易引起歧义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我的计划文档里面将来下车会写清楚说 这个以后所有的这个测试活动主要都由相应的SL获得完成 对吧 那我得解释这个术语SL 不但不是色狼的意思 那代表是萨博利的小组长 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有一些可能大家会引起起义的 或者可能之前只是我们一部分人群在说 不是所有人在说的东西 就需要解释一下 解释是这样的一个术语定义 那也就是说一定注意一个问题 别在里面去解释什么叫黑客测试 什么叫白客测试 什么叫单元其成确实性语言收 这些不用你去说 大家也都明白东西 是不需要做任何术语定义的 OK 比如在这里面有些东西可能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少 比较少 比如说边界值 边界值 边界值是一种测试用力的设计方法 然后呢 但是我们一般正常是国内大家基本都指出中文 很少有过这个所谓boundary value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提到了boundary value 这样的英语单词 你是要在方面做个定义 这叫做边界值测试 或者边界值分析等等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就是术语定义就是那些 让大家容易引起起弃异 或者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 还需要标示一下 如果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的东西 是不需要在这说明的 那如果项目里面干脆就没有任何术语定义怎么办呢 就不写 就不写 就空着就完事了 或者把这个小节去掉就完事了 跟我刚才讲过是一样的 你也意思吗 OK 大家可以用气嘛 气下也行啊 这个截图不用记啊 你别傻乎乎的记截图啊 就是这个 你这样记就只能记上面的小组 再说啊 先往下说 这是数据定义 数据定义 再来看 这是测试策略啊 测试策略 测试策略啊 是我们整个测试计划当时 其实是最重要的内容 最重要的内容 它在这里面整个去描述 整体的测试小组 在未来的测试的过程当中 所在所使用的 相应的每一个相应的方法 包括在每一个阶段当中 我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么里边的时候会包括 甭管是功能啊 还是性能啊 还是其他方面的测试 都要包含到 也就是说 你未来在 接下来这 比如说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的测试活动当中 你都要做哪些测试 你都需要把它列为一个相应的策略 放在这放着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未来你的团队中的测试工程师 他所做的每一个测试 在你的计划当中都已经被明确标识过了 也就意味着一般来说 如果这正常情况下 你的团队中的测试工程师 不会去使用在你所标识的这个测试策略以外的测试方法 除非真的是你写漏了 除非真的是你写漏了 否则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去用其他的 只会在这个里面去用 比如我测试计划里面写了20个测试策略 20个测试策略 那这20个测试就是未来我整个这个测试工程中 会用到的东西 也就是换句话说 你的所有的测试工程师 应该不会使用到第21个 第21个 所以这是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这个测试策略 测试策略 然后具体的关于测试策略当中的那些 每个测试策略的说明 一般来说包含方法 目标 注意事项 这些相关内容 刚才我们看这个国外里有 对吧 回头我这个国外会给你们的 给你们 所以也就换句话说 你们一般刚开始的阶段的时候 不需要自己去想 不需要自己去想 只要照着拿过来之后 去针对你当前的变策项目 有针对性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但得改 之前说过了 不能照办直接用吧 对吧 有些是符合或者适合别人项目的策略策略 在你当前项目里面符不符合 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是不是得经过 经过仔细的思考才决定 所以这会儿需要注意一下 需要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说这个测试的策略 你看比如说在这里面说 这个职域测试 目标方法标准事项 这就写得很清楚 比如什么叫职域测试呢 对于所有人要输入数据的地方 进行数据输入 并检查其输出结果 过程当中的时候 不但要验证输入 这些数据能不能得到这些结果 还要检查输入错误的数据 是否能够进行相对一个 正常得到一个反应 对吧 这他目标 方法是什么 要去说对吧 包括说输入之外 还有粘贴的方式 完成标准是什么 需要考虑测试是这样 是什么 就这么去写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一个好的测试工程师 配一个好的测试项目的项目管理者 一定会在这个里面 给我们的测计计划当中 写出那些真正适合我当前项目的测试策略 而不是随便找个模板 直接复着粘贴 所以这个里面说 大家需要注意这个测试策略这件事情 测试策略这件事情 OK 这是测试策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测试阶段的进入和退出标准 就像我们讲的 也可以叫测试的启动和停止标准 启动和停止标准 先跟我说吧 要在记得留时间几年 那你说 我讲到什么领带期 那我留时间记住 你在干嘛 扣鼻子吗 还是在那睡觉 可就睡不了觉吗 对吧 有时间记得我记得 如果严格点去划分的话 测试当中应该是这样 会有四个标准 分别是启动 暂停 重启和停止 一般如果有这样四个标准 四个标准 启动标准 就是我的测试什么时候就一开始正式执行了 一般来说 所有的这四个类别当中标准 包含只有一件事情 一定是很多件 那么基本上大部分的测试的前标准比较好规划 大部分的开发阶段的准处标准 就是你开发的准处标准 就是你测试执行的准处标准 注意 我说的是测试执行的准处标准 你的测试的准备工作是在开发结束吗 一定是你的 就是那个准处测试执行的准处标准 一定是你 你这边是同步并行进行的 对吧 人家在写代码的时候 你这边做特殊设计 我是常常是等开发那边的代码写完之后 它的开发的阶段的这种准处标准 是你测试执行阶段的准处标准 你这个启动是好定的 是比较好定的 这个停止标准不太好定 不太好定 不是说我把所有的用力全部执行完 就代表测试可以停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要看几个东西 几个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大好写 第一个叫覆盖率 第二个用力完成情况 第三个残留缺陷情况 就是残留缺陷 一般会同这三个层面来去进行相应的规定 然后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停止测试 第一个叫测试的覆盖率 一般来说测试覆盖率 如果在细分的话 还有很多 比如说测试设计的覆盖率 测试执行的覆盖率 所以在这里面说一般人总是按覆盖率来算 你的覆盖率 如果达到了我当前制定的某一个标准 那你可以考虑下一个事情完成情况 如果这三个事情都完成标准了 就可以停止了 这个意思 那么最常见的覆盖率就是什么 需求覆盖率 用户的需求也好 软件需求也好 是不是都按照你的基金的标准都测试到了 这叫需求覆盖率 那么如果都到了 那达到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九以上 这当然具体标准你自己来定 作为项目观众自己来定 你觉得是ok这个标准 比如95以上你觉得ok 那就是你的覆盖率的标准 用力完成情况是对于你相当的用力的设计和执行 这两个阶段的工作分别做规约 比如说我要求我的用力设计 要完全覆盖当前的需求说明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用力设计的完成情况 那么用力执行我要求百分百执行 就所有我只要设计用力都必须要严格执行 那就要用力执行的完成情况 如果这两个都达到我的标准 我配合一下也不行 这用力的完成情况 最后一个是残留缺陷的情况 我们之前讲过 对吧 不是说你通过了 经过了测试之后 被测软件里就没有缺陷了 对吧 这有两种可能存在缺陷的情况 还记得是吧 第一种是你发现了没有啊 确实没发现 对吧 确实没发现 你无论怎么做测试 它确实没有暴露出来 因为缺陷是隐藏的嘛 对吧 这是有情况 还有种情况 虽然你发现了 你也知道这是个缺陷 但你也没有修复 当然如果细分也会有两种啊 一种是确实开发人员无法修复 因为属于第三方的缺陷 你比如最常见 币安下构软件当中浏览器的问题 那你你的这个开发方 人家他是专门开发的这个币安下构软件 浏览器是另外的开发方在负责 比如说微软 比如说Google 那你这个时候发现了个浏览器的缺陷 你让你当前这个开发团队去改 他肯定改不了啊 对吧 所以这种缺陷可能就不改了 还有一个就是 虽然是缺陷 但是用户可以容忍和接受 那是不是也不改啊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这些残留的缺陷的情况 能不能达到你的标准 那么一般最常见的一个比较好用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前面上节课讲的 按照缺陷严重程度的残留情况 严重程度是不是当缺陷产生之后 对当前系统的影响程度啊 对吧 ok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 我个人常用这种方式啊 比如说我我我一共分了五个严重程度 从S1到S5 S1就是那个致命的 S5就是一个建议的 那比如说我定的一个残留标准 缺陷残留标准 无S1S2S3 这是我自己的标准 第一个就无S1S3 就换句话说 从致命的到严重的到普通的都没有 对吧 然后紧接着S4少于财流缺陷的 比如说5% S5少于10% 以上条件都满足 财流情况符合要求 这是一种方式啊 这种方式 那你定好了所有的停止标准之后 那么每一个不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的标准的关系 都是与的关系 一定注意啊 都是与的关系 不是货的关系 一定注意 换句话说 必须都满足 才可以吧 对吧 如果只有一个满足 第二个满足 谢谢能停 测试能停止吗 不可以 所以换句话说 当以上所有的停止 所有的测试的这种满足标准 都满足情况下 我的测试才可以停止 测试不能无休止的进行下去 让你一直测也能测 就说句不太 稍微夸张点的话 从你进到一个企业开始 或进到一个项目开始 直到把你自己测试 都可以一直测 但是我们说软件 不能变这种情况啊 他总要发布 总要见人 瞅媳妇的软件工夫嘛 那总会去发布 所以你的测试什么时候停 一定要制不定一个 非常严格的停止标准 这么说能理解吗 这是关于这个测试的一个 停止标准 然后这个展厅和重启也比较好 好理解啊 就是我的测试 可能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导致当天无法继续进行了 比如说最常见情况 好 展厅比如说 比如主要人员突然离场啊 或者突然离开下面 这个对 这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是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这个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测试团队的 这个这个大家每天都是 就是你像你像现在就是北京像西二旗那边 很多公司是这样的 他每天的时候有工有有有 有那个通勤车啊 通勤车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做项目也是 那个当时我们那项目在生命科学园 然后他每回从历史桥发一个通勤车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距离消遇的 做做这个公司的班车 有的是对手上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在这儿坐着就不用管 即使迟到了也没人管你 为什么因为那是公司的班车 对吧 所以迟到了也没人管你 上车就睡觉 上车就睡觉 然后我以前见过我们都过的一个 以前一个同事 就是他他以前的公司 他们家住一桩上班在上地 然后每天上车就睡觉 大概那车得开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有时候堵车三个小时也是他 上车就睡觉 睡一大觉 然后就超爽了 对吧 然后尤其很多公司通勤车 大工吧 大工刀车那种大巴车 还都挺舒服的那座 而且公司大部分的通勤车都坐不满 你一个人可以舒服 坐两个人的坐 就躺睡都可以 反正你们将来肯定有人会做公司的通勤车或班车 就会知道 一上去如果到场了一定会有人在后面打呼噜 一定会 反正在工程上干人都有圆片的打呼噜的 当然不会像四 不会像国企 还有人在上面织包衣服打呼噜的 反正 在这种的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说的不太刹当的比喻 或者一个例子 比如你们公司有通勤车 对吧 比如有一天通勤车上或者公司班车上载的都是测试工程师 结果突然这个通勤车比如开河沟里去了 所有的测试工程师都不幸遇难了 那我当前这个项目肯定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就得暂停 暂停等什么呢 等重新招聘新的人再过来 对吧 那一般估计很难遭到这个 很难遭到 这个项目也夺废了 还有还有一种是一般什么情况的 比如说测试资源突然不到位 比如说我现在要准备开始 前面的工程测试都测完了 要准备测性能的时候 发现当前的这个测试环境不满足 或不支持 我能够完成性能测试 那你得先停下来 等等什么呢 等他把这个环境准备好之后再接着测 还有时候有些什么样暂停情况呢 就是现在产生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而这个缺陷阻碍我后续所有测试的执行 那就只能先停下来等 等什么时候修复了 我再去进行后面的事情 这都叫测试的暂停 那你作为一个好的测试工程项目管理者 你可以把常见的测试的暂停标准都写在这 然后测试的重启标准更好写 导致暂停的事件被解决 甚至被重启了 对吧 所以这辆主要 暂停的标准当中的 就是测试暂停标准当大部分事都是过的关系 有一个事情发生 测试就停了 然后重启的事情也是一样 只要让当前项目停的那个事被修复了 测试就可以重启了 所以这里要注意 你像启动和停止当中的标准 一般都是理由的关系 而暂停和重启当中的这个事情标准 大部分都是过的关系 都是过的关系 对 这是在这里边的时候我们说相对应的测试阶段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进入和退出标准的我们去展开去说的这么一个事情 大家需要去记一下吧 可以记一下 刚才我们这是说的测试策略和测试阶段进入退出标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测试计划当中这个确定测试的内容 这一项 确定测试内容 确定测试内容 首先一般来说呢 有这么几个类别需要考虑一下 第一个就是功能测试 那么一般来说在测试计划里面去制定覆盖的功能测试的范围的时候 理论上是覆盖当前软件中所有功能的 软件测试当中最主要的测试就是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去对其他软件方面的质量条件或质量因素进行检查 如果功能没有保证前提下其他都成 所以这里面是我们说如果在测试计划里面来制定针对功能测试的话 理论上覆盖所有的功能项目 当然也仅仅只是理论 有时候我们会触犯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在真实的项目当中会发现在这个轮次或这个项目阶段 有一些功能不测 有些功能不测 但不测的功能它也很有可能就是换句话 这个功能在需求里面说了得做开发人也做了 但是由于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个功能如果如果再加上测试再加上去修改的话 可能会延误我的上限时间 所以有可能开发人虽然写好了代码 但暂时把这个功能先砍掉 那就先不测 好先不测 所以但是一般来说在项目里绝对不出现一个 不就出现一个情况 就不会出现说开发人员开发好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功能 或者若干的功能 这功能没测就直接上去了 这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测的功能像 基本上也不会出现在发布的版本里面 它一定要通过测试之后才能去发布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是理论上测试 要覆盖所有的功能像 仅仅是理论上 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对设计进行测试 这主要是对相应的用户界面 包括菜单结构 包括有时候还有窗体的设计 好来考虑一下是不是合理这样的一个测试 一般来说关于界面也好 关于颜色也好 关于设计上的东西也好 基本上不需要测试工程师 你自己去想去或者制定标准 我我见过的项目当中 也可能我见项目爽吧 反正我见过的项目当中 基本上在做界面测试也好 在做这种就这方面测试的时候 他都会给你一个检查单 这个检查单里面 会告诉你都检查这些东西 应该完成什么样 他都会写的很清楚 你照着去查就什么 所有的标准不需要自己去制定 因为你让一个测试工程师去对 当前这个配色方案是否合理做检查 可能少有测试工程师能做到这个事情 我说这里要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对整体考虑当中的一些测试 比如说要去考虑一下 比如对常见的业务流程的处理 或者数据流程的转换 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我们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这些东西 尤其是一些业务性比较强的软件 那么一定要对当当前的业务流程进行测试 常见的业务性强的软件 主要集中在就是像金融啊 通信啊医疗这样的行业当中 而像什么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当中的软件 基本上业务性不会太强 呃 有时候有一些互联网类的管理软件另张评论 但大部分像一些属于应用类的 包括像什么电商啊游戏啊 它的业务流程都不会太复杂 复杂的基本都是像金融啊 这样的比较大的这种机构或者说团队当中 他们所使用的软件有专业的和独特的这种业务要求 业务要求 那这个时候你不仅要测功能测界面测设计 还要测业务流程对不对 啊能不能正常的进行相对流转 OK 然后再往后就是还有相对的 我们就要确定功能向测试的优先级 那么一般来说确定优先级是综合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这个相应的功能在研发过程当中失败的可能性 和失败之后的影响是基于风险来考虑的 还可以基于复杂度来考虑 越复杂的功能其优先级应该越高 叫先测嘛 这个好理解吧 啊 就这个功能模块越复杂就应该越优先测试 能理解的意思吧 测试用级一定是先测复杂的 再测简单的 能理解的意思吧 先测容易失效的 再测不容易失效的 是基于风险的 先测用户是重点关注的 再测用户可能不太关注 是基于需求的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就换句话说 基于风险的就是 就是哪个模块或者哪个功能最容易失效 最容易产生问题 我就最先优先测试 这个好理解吧 这叫基于风险 什么叫基于复杂度呢 就是哪个功能模块的功能是最复杂的 我就优先测它 哪个功能的功能模块是最简单的 我就把它往后放 你比如说我说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在电商平台当中 一个是支付模块 一个是用户帮助 你觉得哪个要有先测 肯定是支付嘛 对吧 而且一般来说 它和底下这个基于需求的是一样的道理 它是相通的 一般情况下复杂的功能模块 基本上也是用户最容易关注到的 因为是最常用的 所以接下来基于需求的就是 哪些相机哪些功能模块 用户会重点关注 我们就优先测试 哪些功能模块用户可能不太关注 我们就可以往后放 那同样道理像刚才讲过的 比如说注册和帮助先测哪个 肯定注册对吧 肯定是注册 因为注册来说用户关注度会高一些吧 你经常有换句话说你想你自己是用户的话 有多少人看过某一个软件中的帮助 有多少人看过KQ的帮助 据说我看 KQ里有没有帮助 可能会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怎么握着里有没有帮助啊 有怎么怎么能够掉开帮助啊 啊有快捷键吗 F1 啊所以我说在这里面就是很多软件都有帮助 但是大家基本上大部分用户对于帮助的关注程度 肯定没有一些常用功能关注程度高 这叫基于需求的啊 基于需求的 所以确定测试的功能上优先级的时候 主要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啊 那大家都写了这块的时候就可以写 就是确定功能上优先级就可以基于风险 基于复杂度和基于需求 从这三个层面啊 OK 这可以记一下啊 可以记一下 可以记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